好 我现在要来永终的宣布 本次印象华州短视频比赛 特别这样的作品是 台北商业大学的马晓迪同学 马晓迪 恭喜我们的商业系列堂 恭喜马晓迪同学 恭喜我们的台北商业大学的大四学生马晓迪 在大家的欢呼声中 拿到了他在大陆的第一个奖项 得奖当天刚好是他在广州参与 暑期实习满一个月的日子 他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将自己实习生活里的点滴拍摄下来 制作成短片 最终在一系列台湾学子的作品中 拿下印象广州短视频比赛的头奖 广州这么大 我终于来了 一来就被震撼到了 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真的会忍不住大叫 我在中山纪念堂实习 这是我的实习工作 张解园 孙先生出生在1866年 广东省香山县的翠横村 然后香山县也是今天的中山市 所以孙先生是广东中山人 到了年底的时候 同盟会的民报创刊 他们其中的发刊词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它是三民主义里面的起源思想 我有时候讲话会常常解拔 我就是想要训练一下我的口条 然后还有多跟人家接触 让我不要封闭自己 2024年的台湾大学生 广州实习体验活动 从7月初开始 有120名台湾大学生来到广州 马晓蝶会说英文和西班牙文 他的目标是找一份 不用整天对着电脑 能多和人交流的工作 发挥他的语言技能 完成自我挑战 因为我想更了解大陆的文化 然后对大陆这边也会有一点亲切感 因为我的爷爷奶奶 就是住在大陆这边 所以就会想要来这边实习 顺便看看他们这样子 那你喜欢台湾吗 很喜欢 你觉得台湾东西好吃吗 对那个真的好吃 对那个很好吃 然后我们之前就是在 好像是高雄的那个夜市 我也不记得 我跟我同学一起去了 所以我们就疯狂地去张鱼小玩 另一边 东吴大学法律系大四学生陈宇柔 和同学黄佩慈 则是选择加入到律师事务所 他们要面对的挑战也不小 出发前 陈宇柔就先上网了解律所的信息 这一查让自己不得不绷紧神经 这次实习没法摸鱼了 因为毕竟那时候看到大臣的那个规模 我们那边看官网的时候 我们想说 这个肯定是一定 不可能什么都学不到 应该说会 真的会 应该是会学到不少东西 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一定也不可能就是在那边 混水摸鱼 所以对 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先做好心理建设了 一方面除了一般的这种团队沟通合作的这种能力以外 然后就我刚刚还有说的就是有关于在处理那些事务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也都会提升一些不少 以后在职场上会用到的能力吧 所以那时候在报名时期的时候也算有冲着这个目的来 两位东吴大学的学子要负责律所海外市场的业务 既有与所学专业息息相关的业务 也有全新的需要去学习的知识领域 感受着不同地区各不相同的法律体系 也适应着和以往在台湾实习不同的大陆职场氛围 大家常说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而自 初入职场的新人们同时体验着新鲜和压力 但幸好周遭也会有同龄人和前辈们的照顾和提携 有点打破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来这边就只是工作上 就是公事然后私底下就会零交流的这种 这种原本的既定的想法 就是没想到就大家的都相处都还蛮融洽 而且就是真心的有就是欢迎我们来 就是这个团队然后呢跟他们一起合作 就是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 面对职场完成挑战实属不易 但许多同学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 或者上一次来已经是多年以前 又怎么能不抓住机会好好犒劳下努力拼搏的自己 上班认真工作下班认真生活 这一次实习就是一方面累积经验 一方面锻炼能力 另一方面也要好好玩 好好休闲这样子 因为以前在台湾的网路上就有看到 有那种美食评论家去了顺德 然后吃了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自从看到那一部影片我就对顺德有一个向往 然后这次真的很幸运的有这个机会实现 我们就去顺德吃了牛杂 去吃了粥底火锅 然后也去吃了糖水就是芝麻 我真的超级赞的 就是尝了一些佛山的当地特色美食 然后觉得就是恨不得自己可以多吃一点 拍汉服的时候的那种文化 就你在台湾其实很少体验得到 然后我就觉得一方面很新奇 也觉得蛮喜欢的对 就是真的是时间有点太短了 不然还想要再多去别的地方走一走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